儿虐事件在台湾层出不穷 每当有儿虐新闻被报道出来时 通常约听大众的反应是谴责施虐者 不过在这些新闻事件的背后 都有一个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家庭 台湾的儿童保护运动从1988年开始 已经有22年的历史 纵观出儿虐有三个高风险指标 像是失业、疾病和离婚 而能不能在悲剧发生之前 先做好事前预防 检视目前高风险家庭的预警机制 其实还是要民众多击破一些关怀左邻右舍 有问题通报社会局 社工进行关怀访式 再转介给当地社工、社福团体 针对肾虐者来进行资商辅导 为孩童提供照顾 今天用爱点亮家中的光系列报道 希望是更积极的从儿童虐待 变成儿童保护 这些小生命在虐待致死前 其实都曾经有过通报记录 您一定没有办法想象 在这个城市的某些角落 因为有些孩子活在恐惧的营养地下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需要帮助 现在只要您打 您一三一通电话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通报救援的保护 一般社会大众都以为 通报了就解决了 可是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 通报只是第一步 那当通报越多的时候 你的成本投注要越大 检视高风险家庭的预警筛选机制 通报之后 由社会局筛选 社工再进行关怀访试或转介服务 最后依据评估结果 提供生活资助 心理辅导 或是让施虐者接受亲职教育 但是当通报家庭进入工部门的体系之后 最重要的追踪和服务才正要开始 那为什么会摆在那里呢 因为假如我身上有五六十个 甚至于一般的那种 比如说低收入家庭 我有一百多个案例在那里 你说我一百多个案例 我能怎么做 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的统计 平均每位社工要负担五十到六十名的个案 社工员无力为案主提供适当的服务 而这些通报家庭往往又需要长时间的协助 在通报之余 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家庭带来急需的社会资源 酒饮药饮 就是这个还有精神健康医疗的 这两部分其实是对很多家庭是问题 可是就是这方面的服务在社区里面是缺的 住屋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会让我们看到说 儿房问题好像比较被通报的比较多 或者是跟经济整个大环境的经济是有关系的 儿虐师姐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 需要社会伸出援手的家庭 这位爸爸面临失业 疾病和离婚 三个儿虐高风险的指标全都有 当他的家庭网络没有办法给予他支持 我们的社福系统又没有足够能力照顾到这个家庭时 也就是儿虐爆发的时候 每个小孩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 我们既然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应该好好疼爱他们 小孩的生命不是由大人来决定 所以儿童保护也等于是在测试 整个台湾社会福利的网络够不够健全 当我们保护这些孩子时 更该着眼整个家庭 否则儿虐问题只是从第一代延续到第二代 甚至是第三代 家庭功能没有被重建 恶性的循环就不会被阻断 感谢观看